真的 既大友之後 第二個讓我就心探到炸裂的公園 我覺得這裡就是 你北部人你一定要來走走 我上網看這好像什麼 雙城樓遊戲塔 結果比我講到還高耶 他躺著很恐怖耶 我真的不想玩 我不喜歡這種看不到了 老闆剛剛說這邊有個特別服務 就是你可以找植物陪你喝咖啡 可以跟植物聊天 電草電花 那我要哪顆600萬哪顆 我覺得它這個巧克力 整個真的是融合得很美妙 你知道嗎 我要給它一個美妙 雖然你覺得這是一個 old school的形容詞 它這個牛肉麵 可是榮獲2022年 台北市牛肉麵國際大賞 番茄類的銀牌耶 它是一個你沒有很喜歡吃番茄 也沒關係的人 但是它也不會很死仙 很厲害拿捏得蠻剛好的 這支影片可以按讚 因為大家都說有貓有讚 以後想看貓不用跑去猴桶了 28子竹園也可以 給你VIP級的待遇 大家好 我是羅伊 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要幹嘛呢 翔哥 我們今天要為大家安排 安坑金鬼一日遊 沒錯 為什麼要安排呢 因為這條路線非常的新啊 它是在今年的2月11號才開通的喔 那我們現在所在的第一站就是 新北捷運環狀縣的大平林站 我們今天真的是非常豐富的一天一夜遊 因為我們會安排 就是很好玩的金子公園 然後還有美食 還有登山步道之外 我們都有飯店開箱 對 那我們就出發 我們今天行程吧 Let's go 我們家就是要從大平林到環狀縣這邊 第一次搭環狀縣達成 喔 你解鎖了 其實我超級期待搭奇音軌 原因是因為其實我從來沒有搭過奇音軌 我好像也是耶 今天就要從這個環狀縣去 轉搭這個奇音軌 14張站抵達了 對 我們要前往達成新軌了 走吧 沒錯 我們剛剛一出站之後就看到這裡 超多蝴蝶造景 我記得新店是不是美山這裡很有名 有蝴蝶狼島 真的很多蝴蝶 難怪在那邊放那麼多 我覺得中間那小豬豬也好漂亮喔 它是小風車 它也會有風力 然後轉動 帶動光能耶 等等 那我們現在來到14張站 它其實是安坑輕軌站 跟環狀縣整個鄉里的地方 它全場7.5公里 總共有9站 它可以串連整個新店啊 安坑跟其他的新北各地區 我反而都更方便 車來了 它來了 新店這邊也算是我滿熟 因為我小時候很常來這邊 因為我愛輔助這邊 這邊附近的公園 我小時候在那邊附近跑橋 所以我很欺負這一代 然後我哥他在科技公司上班也在這邊 因為我哥都從中尤合過來嘛 然後這邊其實上班時間很塞車 然後他這邊通車所以我就想說 欸 那以後他們可能交通會疏光一點 不會每次他們通勤的時候就很痛苦 假如是我的話 我應該有輕軌 我就會改以輕軌通勤 因為我很不喜歡塞車 尤其是下班時間 肉依根本就不太會騎機車 我不會騎機車 所以我非常需要就是大周運輸工具 真的 欸 我發覺他這邊玻璃板大落地窗 超大便宜 其實我覺得他的空間坐起來是很享受的 超舒服的 來 看一下機商開車的感覺 有點像在日本的感覺 因為日本也是可以看到他們家室在幹嘛 其實在清北宮想像的不一樣 他視野比我想像的不很好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覺得捷運跟輕軌是差別大便 捷運 這問題很難喔 你覺得車廂大小 對 也算對 捷運講話也就是算是比較 重量跟重量級的載客量 對 然後他有專用路權 他可能就是高架或地上 可是輕軌他就算是比較低於運量型的 像我們現在這邊 他就跟故障馬路已經在一起 他就不一定有專用的路權 像他這邊到達就是自己按按鈕 然後自己下去 走囉 我們現在要去等我們的小巴士 先帶大家去步道走走 那我們剛才輕軌下車以後呢 我們就要來這邊旁邊有個公車站 839號的公車 它可以轉乘到28子植物園 那我們現在要搭乘這台接駁車 安科一線前往28子植物園 我們到了2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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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園 我剛剛看到一個大肥鳥 那景色不錯耶 現在可以直接看到101 我們現在一下28子 去個觀景台 然後這裡現在看到什麼你知道嗎 現在什麼季節翔哥 紅花季 銀貨銀貨銀貨 Bingo Bingo 我搞不好有銀貨銀貨 那個山坡整個都是耶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一個非常可愛的 我們小老師 就是我們的美玲老師 美玲老師剛剛他一見面的時候 直接塞一個東西給我 非常可愛 他知道女生喜歡收什麼禮物 這個是油桐的雌花 普通掉下來是一片一片的葉子 那你們看到的油桐花 整朵整朵的那都是熊花 它大部分是雌雄益珠 所以女生在樹上 長姿勢了 謝謝美玲老師 七里香 也叫月桔 這個就是原生的 老師剛剛跟我們分享說 這個叫黃蠶花 他說因為它的花苞很像小蠶 就是那種會叫的蠶 想你上次猜對了耶 你說有三櫻花就真的有三櫻花 有有有 這邊最多的三櫻花 在後面還有姿勢耶 這一條是青植步道 小孩子走的時候 他們就會更好奇 對 那老師想問一下 這個植物園裡面最有特色是什麼 因為它是自然森林跟赤森林 雜礁的地方 以前達官正居民進來的時候 這邊都是泥土的小路 之後來發覺這邊延伸植物很多 所以它才不是單單的 我們常見那種普通的步道 對對對 真的嗎 老師說它是黃蝲小蝦 黃色的是它的包片 那個白色的是花 才是花嗎 真可愛 真的耶 它好大一種 真的花 怎麼會叫山豬肉 這顆竟然叫山豬肉 因為它潤耶 就剛長出來的葉子 像那個山豬肝的肉 蝦土紅的樣 哦 山豬肉就想說自己在菜打啊 有沒有 無色鳥 我要哭 她不要無色鳥 她說我的最愛 妳有看到嗎 我還沒跳 綠色那一個 結果剛好有人排好了今天的日期 超用心的 那銅花有兩種 一個是三年銅 一個是千年銅 這邊千年銅比較多 三年銅只有三顆左右 然後這個紅色的就表示 已經老了 受過份了 而且它這樣才會掉下來 這個掉下來可能是 風吹雨打的時候 把它長 然後磁珠會一片一片掉 它不會整朵 剛剛沿路美玲老師這樣 帶我邊走邊看 我們走的速度算快 但是還是看到很多東西 昆蟲的昆蟲 花的花 然後鳥的鳥 然後我們現在又到了 童花海的上面了 沿途其實真的像美玲老師講 童花真的很多耶 貓非常多耶 真的貓貓很多 今天還少耶 以前那個滿滿的都是貓 是喔 這支影片可以按讚了 因為大家都說 有貓有讚 欸 它就是懂完的 討嚕了 以後想看貓不用跑去猴桶了 28子竹園也可以給你 給你VIP級的待遇 老師這裡是什麼步道啊 是不是特別漂亮 蝴蝶步道 蝴蝶非常多 然後它種了一些那個蜜圓植物 像馬鷹丹啊 最吸引蝴蝶 所以它種很多馬鷹丹 28子植物園是安坑的綠寶石 它占地150公頃 我們28子植物園占地5公頃而已 5公頃而已 所以等於有145都是零項 對對對 那難怪這裡的生態那麼豐富耶 而且植物多樣性 所以動物也會多樣性 然後老師剛剛竟然跟我講說 河美山現在我們日思夜夢的櫻火 我從老實說它上海外看都超多耶 推薦給大家一個北部 不錯看櫻火種的景點 那現在跟大家快速考慮一下 我們28子植物園新的 它其實一年四季 它有很多不同的種類的花 有些時候有櫻花 有些時候有幽桶 所以我覺得這邊是一個你可能 住在附近 或者你可能剛好搭著來 可以來這邊踏踏前 然後它當然不會說到 像其他福山舞植物園 這麼猛這麼大 可是算是一個比較簡單 生態豐富的地方 對 我也覺得 好 那我們去 出騰騰的我的最愛 走 到了下一站 翔哥跟我沒默契 下一站 我媽媽有這一段 好 你補一下可以 我們到了下一站 伯伯咖啡 因為我們今天來這裡山林走 走勢必就要愜意地來一杯咖啡 對 因為它其實就是 從上面的植物園這樣子搭公車下來 然後前面有個叫布老廚房 布老廚房 甚至布老廚房已經熱門到 它被叫做一個站了 我們今天的路線其實都蠻簡單 就是你直接搭大東西出空 你直接到達的 所以我們就來 開箱了 走吧 走 翔哥已經不是翔哥了 他剛剛說 我不知道是什麼 我一看到它絲瓜 因為它花長這樣子啊 你已經變了 絲瓜台語怎麼講 絲龜 絲龜喔 絲龜喔 奇妙的花 這什麼花 不知道它只有一朵 很可愛 遠遠看我也以為是燈泡 請問 這是你們買的還是你們養的 養的 最近這不是很有討論度 以前 但 那它現在價值多少錢 身價 你要問什麼 啊 好想知道 那你可以偷偷跟我講嗎 我把它逼掉 我猜 200萬 哪有什麼貴 真的嗎 老闆你要去搬走 上 被人家偷走 大家聽我說 我那天看到新聞的時候 就是吵說那個 650萬耶 老闆你可以偷偷透露嗎 這個現在大家 因為你說的那個是 木漾特殊品種 就是簡單養這樣子 而且我也不敢放那麼貴的照片 好像也是耶 所以我們這個是隨和款的 大家想知道多少錢 來撥撥咖啡老闆會跟你講 我剛剛前面幫你逼掉 我剛剛問老闆說 你種那麼多植物 你最喜歡什麼 結果他竟然說 光葉啊 因為它每一個葉子的特色都不一樣 每一個紋路 所以你覺得很迷人 對啊 這裡很適合種這些 因為他們本身就比較需要 濕氣比較重的地方 這好像假的喔 太美了吧 硬的拿假的這樣 老闆剛剛說 這邊有個特別服務 就是你可以 找植物陪你喝咖啡 可以跟植物聊天 店草店花 那我要那顆600萬那顆 它的膏體是比較濕軟的那種 真的有一點點起司味 跟巧克力結合之後 它這一塊以上真的超香甜 我覺得它這個巧克力 整個真的是 融合得很美妙的 你知道嗎 我會給它一個美妙 雖然你覺得 這是一個old school的形容詞 但人家就是美妙 請問 這個裡面有巧 有酒嗎 有 哎唷 超的是奶粉酒 這個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就算女生你吃這一整個 我覺得是還蠻OK的 蠻舒服的 超順口的耶 它的風味真的很舒適很順口 我覺得它是連 你不愛咖啡的人都很喜歡 可能跟超商比起來 它就不像是 就是咖啡加奶而已 它就是還有另外一層香味 那這兩杯你比較選哪一杯 我會選這個 因為如果你淺焙的話 我就想要加牛奶 但是你如果深焙的話 我就想喝黑的 我真的很像老人家耶 就是我咖啡可以越苦越酸 都OK 你就是老牌啊 你就是喜歡我啊 我啊 哎唷 你好難道接球耶 平常我丟球的時候 翔哥大概就是 內心是這個反應 借外啊 借外球 它真的很切面 真的是在給你漂亮的耶 登登 裸體 登登 穿衣服 登登 裸體 登登 穿衣服 你看 你看 你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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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今天是個肉桂狂熱者 這個你可以來 其實不瞞大家說 我其實是個微微有對肉桂 加結有點陰影的人 起床不好的時候 那個時候醫生叫我要 照三餐吃肉桂 肉桂可以吃 天天吃 真的嗎 我們沒有熱殼的醫學背景 就大家參考 純粹是中醫師的建議 吃下去之後完全沒有肉桂味 而且吃下去之後反而很像那種酥皮蛋糕 我覺得他口感你會很愛 他吃著你喜歡那種補皮蛋糕皮 而且他裡面它的甜度也剛好 欸 這樣好好吃喔 這連補愛肉桂的 我都覺得我可以解決一整盒 這四個變了 我很最喜歡這個 第一名我也是給他 可是第二名我真的是給他 我覺得老闆可能要開貝克V了 我覺得這也好好玩喔 剛剛在上面的二八子植物園的時候 上了第一堂植物課 就我們現在來這裡撥撥咖啡 又來上了第二堂植物課 我跟你講如果你今天是休假 或是你假日 想要逃離都市的話 又不想要跑太遠就來這邊玩 欸 其實你知道這真的很像就是龍貓的小公車 然後它就是真的在路面上耶 它這邊都可以說你下一班車幾分鐘 像我們下一班一分鐘有沒有 欸 這裡可以停放腳踏車耶 就是嬰兒車腳踏車的任意都可以 然後它車位這邊就可以看到你現在到哪一站 我們現在到了陽光運動公園段 帶大家去開一張厲害的公園 這個公園平價超級好的 然後我那時候發現就想說很想來走走 因為我想帶我妹妹的小孩來走走 我們現在到了下一站 就是我們的陽光運動公園 這個公園其實平價很好 因為它其實整個腹地很大 它不論可能打籃球 踢足球 或者是這種到處讓小孩子放電的地方 所以為什麼它平價這麼好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在都市中 可以讓大家來這邊放鬆的地方 其實陽光運動公園這邊 連騎腳踏車都滿舒適的 我覺得它很棒的是 它就是車道都有分離 小朋友玩的設施就是腳踏車一律都ban 這樣才有個舒適的環境 對啊 我發現這邊還有溜冰場 然後下面還有足球場 但這裡唯一不能玩的是什麼 空排機 哇 你男的跟我有默契喔 有點緊備 大家要乖喔 突然看到這邊可以為大家省錢的裝置 我剛剛看到有人在玩這個我傻眼 我以為那個人自己帶的 結果不是 他們在設施板就是在給人家玩 套圈圈 幾個多少 18 哪有那麼貴 一人四個 PK 要請吃飯 你這樣身高可能對我不友善喔 來咩 藍頭 耶 我贏了 耶 晚餐給你請 你不要花錢去套圈圈圈 你這邊先練熟再去演 不能接受套圈圈 我們停車了 然後呢 林園 林園直接抵達我們下一個超棒 要推薦給我妹的公園 其實有些時候我們會有一些很可愛的小鐘 可是我們想說什麼都是大人紀念 有沒有一些可以介紹一些小朋友紀念 小朋友的 然後上次也有人推薦我們這個公園 它叫做14張歷史公園證 然後他也說這裡有大人小孩會發瘋的設施 對 我們去看一下 這不容易耶 這確定是小朋友的程度 跑起來 不行耶 還是有點挺怕的 欸 它會晃耶 可是這可以訓練小朋友的平衡感 我覺得蠻好的耶 羨慕現在的小朋友 4D環到音效開始 我覺得我還蠻害怕的 來機動 動 欸 怎麼快 我怎麼還要回來了 欸 我講真的 它的高度還好 但是速度很可怕 你一直被打屁股耶 有點太高了 這個就叫做強制飛 你知道嗎 來 就是你不可以下去 好 一 二 三 這個比較慢 可能它比較重 喔 好舒服喔 這真的不好玩 這有點像擋球鞋 我覺得我後退比較可怕 有點不講舞的 100公斤 連我都可以跳 你看到這個 我上網看這好像什麼 雙層樓遊戲塔 它是兩層樓的吧 我覺得好像三層樓 我覺得比我想到還高耶 我只是挺有點不像在想玩的 它有開放時間耶 欸 這好讚喔 你要玩你還得先練習攀岩耶 這是給人家跳的嗎 你要為小孩子體驗看看啊 你都可以玩 小朋友才可以玩啊 這麼不行 你看 你嘗嘗看看 你要來體驗一下這種感覺 快點啦 快來 那你抓我的手 好 走到中間來 我的背都涼了 往下看 是不是沒那麼可怕啊 是有點嗎 來 欸 我要上去嗎 我覺得這點滑梯真的很可怕耶 不行 你上去 我們說還要替小孩子開箱 你的小粉絲呢 我覺得現在的公園是不是 成年人不友善 已經到這麼上面了 你先玩 好 那我先玩喔 哇 這裡好陡喔 我下去等你喔 翔哥再見 欸 你會痛嗎 還好 腳要放鬆一點 不要伸直要微彎 這個其實會卡住 它沒辦法疊下去 真的嗎 太好了 它會卡住 它有點像 你有點像從大腸出來的感覺 大腸好噁心喔 你是大便嗎 你確定那很安全嗎 對 你用腳刷車就還好 來吧 肉依從大腸下來吧 可是 它躺著很恐怖耶 我真的不想玩 我不喜歡這種看不到的 妳用腳慢慢滑下來就好了 妳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妳這 妳是貼蜜吧 它快不了 因為它是彎的 我不想玩 到了沒 到了啦 你再滾個彎就到了 你不要騙我 妳跟肉依一直砍在那邊 我覺得我被騙了 根本就很刺激 好不好 沒有 其實我覺得它很慢耶 因為它沒辦法快啊 它比我想像那麼快耶 真的 繼大友之後 第二個讓我驚嘆到炸裂的公園 我覺得這裡就是 你北部人 你一定要來走走 沒有 其實台灣還有很多很棒的公園 可是不是啊 這個溜滑地 這不是一般公園有的吧 不夠刺激 好 因為還有一個更刺激的 請不要推薦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有的竟然還是一個雨水儲存草 那滿特別的 它這是雨水回收的一個設施 然後它有特定時間才會有活動 就是不會平常一直讓它在那邊跑 大家到時候有機會的話可以來這裡玩 它其實是可以淋浴的 那一些告示牌才發現 那為什麼它會有雨水在利用系統 因為它這裡是防災公園 難怪它雨水在利用那裡有一個 就是寫說假設有遇到地震什麼的 可以在那邊洗澡 這超帥的耶 對 因為我剛剛它有人在搬你 第一支高手設計 然後下面可以 對啊 它鐵價耶 好 那我今天等一下就要帶你去住宿了 我現在已經有點黃昏了 我們要去開箱一個新店很厲害的飯店 待會開箱給大家 先不要講太多 走 因為我們明天還有其他的美食企劃 所以我們今天就先在新店這裡住一晚 然後呢 這件事我們看過就是它在新店這裡評價算很好的 它其實也是在那個輕軌站附近 已經check in完了 我們看一下它這邊外面的環境 不知道為什麼這邊還有個 楊妹妹的中庭 它有多楊妹妹喔 新店版清淨農場 直接幫我離開箱 我想說大很多耶 還是因為我們剛從日本回來 我們住一個雙人的房間 旁邊還有一個小央台 究竟都要 2000年後 終於打開了 哎呦哎呦哎呦 這是我們剛才下面看的那個 西洋洋區 它還有提供水果耶 難得看到那麼貼的 喔 這是盥洗用品那些 來 廁所開箱給大家 它也算是乾濕分離的 整個算還滿舒適的空間 吹風機也有 我覺得現在是一個空間很大 滿舒服的雙人房 對 那就來期待我們可以拿到晚餐吧 我們現在進入晚餐 那非常粗暴的方式 為什麼我會坐在飯店裡面吃晚餐 因為我剛剛一路過的時候 哇 它那個扛棒真的太罪惡了 它這個牛肉麵可是榮獲2022年 台北市牛肉麵國際大賞的 番茄類的銀牌耶 然後我們剛好想說就是吃晚餐 然後可以早點的洗洗睡 結果我們就在這一點 哇 好大一份 而且它好香喔 欸 牛筋好多塊喔 然後它有粗細麵可以選 然後我點的是細麵 我們來看看台北市的銀牌 是這樣子的 喔 超香的 老實講 一聞到直接開胃 我現在分泌脫衣 因為其實番茄會有點酸 它容易會勾起你的食慾 你有懂的喔 廢話喔 突然又懂吃了 我可是排過美食環道的 其實我也滿想排美食環道的新店系列 大家假設有什麼新店好吃的 給我們推薦一下 我覺得它很厲害耶 它是一個你沒有很喜歡吃番茄也沒關係的人 但是它也不會很死鹹 它介於清燉跟醬油底之間 你吃清燉的你不會覺得它太鹹 很厲害 拿捏得滿剛好的 對 然後它旁邊還有一些小菜 還有一些酸菜 辣 一些配菜 對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你最想吃的是筋 我太了解你了 到底是牛筋派的 它燉到超嫩的 而且很入味 它真的筋 真的要好吃喔 而且它不會太油 那我們歡迎出麵的哥哥 我們去兩個細麵好吃 還出麵好吃 我是出麵派 但我給它細麵過 它的麵超Q 而且 因為它的湯頭很厲害 所以我覺得它的細麵可以更入味 對 老實講啦 一碗520元的牛肉麵的確是價格有點偏高 單價是有點偏高 但我覺得應該是因為它得過獎吧 就是我目前除了可能單價我覺得有點高之外 我是好像沒有辦法找到它的缺點 它真的算很好吃 麵啊 跟它的肉啊 然後還有它的品質跟它的數量 其實真的都是還滿好的 好 那現在吃完晚餐就到了concution時間 今天我們的新店安坑清軌一日有 我們來總結一下心得 首號三 最喜歡 今天的行程中 你最喜歡哪個點 1 2 3 14張歷史公園 我最喜歡的是清軌 它的整個落地床比我想像中還漂亮很多 對 它真的比我想像中漂亮很多 而且我覺得它在那個市區裡面遊動的時候 真的很像那種小龍貓的公車 對 然後它現在因為清軌已經建好以後 安坑跟新店這樣往來會更方便 特別是像肉依這種不會騎機車的 沒錯 然後我自己覺得 14張歷史公園真的很好玩 我很推薦大家走我們今天一日遊 然後就一定要去我們去的地方 就有小朋友的話可以去那邊放放點 那這次拍攝影片呢 我們也特別感謝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的協助 然後我們可以在捷運裡面跟大家分享輕軌的一些環境 特別感謝我們沿路遇到的小肉粽 因為今天遇到非常多的小肉粽 大概六七個了 我們過馬路也一直被人家打招呼 真的很可愛 謝謝大家的熱情豐富我們的一天 掰掰 掰掰 是原住民的粽子 連葉子都可以吃 結果我還差點給人家吃霸王餐 錢包放在住住地 哇塞 這個肉好嫩喔 好喜悅喔 我覺得大家給我來台中的人 都去吃阿拜 這間店有夠特別的 去哪邊開 你還要去看到YouTube的直播 我真的好 我真的好